选票吗 对年轻一辈来说 他们从小到大只认识普清这一位国家元首 因为他已经实质掌权24年 更渴望迈向下一个六年 就这么轻声细语的几句话 普清交代了自己的野心 而他要构建的普清帝国 还没完 回顾过去20年 普清一路从KGB间谍成为强人领袖 鲁上升骑马英勇打虎开赛车 营造硬汉人设 对政敌更是从不心词手软 最大反对势力纳瓦尼被多次毒杀后 如今被流放到极寒北极圈 曾经率领瓦格纳佣兵团 在乌克兰巴赫姆特立功的 昔日心腹普里格金 同样在一场迷样的空难中死亡 对于他的国内的反对派 他要不然就是监禁 要不然就是驱逐辱境 所以让他国内的反对力量 很快的就能够销声匿迹 但当然疑问的操作 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普清善于操弄言论 以他的世界观出发 2014并吞克里米亚 2022出兵乌克兰都是被西方所逼不得不为的保卫家园之战 在俄罗斯官媒画面里 俄罗斯宪法法庭主席拿出了一张宣称是在17世纪绘制的地图蒋古 重点只有一个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 而这一切要靠普清完成 能够反而运用西方的压力 让它成为国内的团结的一个象征 能够变成说 我们在政治学上讲的叫巨息效应 就是因为两国 你对外发生重逐的时候 国内的民众就会支持 这个国内的这个本国的领导人 有民意支持 即便普清成了国际认定的通缉犯 也都是西方的打压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清在乌克兰战事中犯下了战争罪 在123国发布通缉令 但是普清靠着拉拢反美阵线的盟友 突破了西方制裁与外交困境 先是中国大陆 再来是北韩 还有向来友好的伊朗和白俄罗斯 其中伊朗跟北韩 更成为了俄罗斯的军援大国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趟访二行之后 两国关系大要紧 外交上看来顺风顺水 但是在内部普清还是有些阻力 被动员上战场的士兵家属集结抗议 要国家把自己的丈夫儿子还来 还有另一派声音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农民们 为此普清还要走一趟土耳其 看似是有民主体制的大选 但实际上普清以战争侵略 打压一己扩张大权 另一方面和普清硬碰硬的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近期反倒是有些灰头土脸 不是勤跑乌东前线就是奔波于国际舞台 为乌克兰找军援和金援 但没有想到尽管有美国总统拜登多次的拍胸脯保证 美国共和党是铁了心要挡下原污预算 援助乌克兰之前在美国朝野两党是抗恶大业 但是在大选年变成了选举攻防 这让泽伦斯基满肚子怨气 远欧美不敢和普清正面对决 措施进攻良机 而且说了一整年的F16至今依旧没看到 缺弹药武器让前线士兵无以为继 而一向对外展现团结的乌克兰政府也有了裂痕 泽伦斯基要开闸 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兹尼 外媒报道扎鲁兹尼功高震助 支持度达到88% 压过于泽伦斯基的62% 扎鲁兹尼深得军心 但传出与泽伦斯基在作战策略意见分歧 现在战时换将 泽伦斯基势必谨慎处理 斯伦斯基为了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打摊 如今更放话可能撤换领导高层大换血 恐怕也预告着乌克兰不只对俄罗斯战争未完 内部一番权力斗争也是山羽欲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前乌东的战略权阵阿夫迪夫卡 落入了俄军的手中 就传出有近千名乌克兰士兵 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俘虏或是失踪 资深记者彭慧云有更多的掌握 俄罗斯攻陷到乌克兰的阿夫迪夫卡之后 更显得乌克兰这边是士气低落了 尤其又有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 事实上很多重伤的士兵 他们是没有被军队给带走的 所以他们被遗留在当地 可能被俘虏可能会被射杀 所以又显得乌军更是低落了 尤其这个知情士兵还透露说 这个人数可能多达850到1000人 甚至这样的说法 还被新华官员的情资证实说 这个范围确实就是这样子没有错 那可以看到乌克兰这边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就面临一个很不利的情况 本来以为说在这个2023年的大反攻 可以突破俄罗斯的防线 但是并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成果出现 那再加上有非常大量的士兵卡在前线 没有办法轮掉 状况之下大家面临一种战争疲劳 还有派兵接防也显得很困难 所以对于乌克兰的领导阶层 以及军事高层来说 这是一个难关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现在说 他想要征召50万名的军人 但也要通过国会的同意才行 现在这个法案正在跑程序 他们打算把这个36个月定为 是服役的上限 而且动员的年龄 是要从之前的27岁降到25岁 但是现在就在国会这边卡关 所以在政治上面 这个募兵令还是有风险的 现在看起来乌军这边 确实面临多重挑战 而在俄乌战争即将要满两周年之际 美国欧盟纷纷的表示 将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一波制裁 更多的内容要继续交给惠云 现在美国跟欧盟都说 要对俄罗斯祭出新一波的制裁 美国这方是说 由于是俄罗斯的异派领袖 纳瓦尼在狱中促势 那现在白宫认为普清必须负责 那么这个制裁在23号的时候 就会来对外的正式公布 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是特定的产业 但是就担心可能会影响到 俄罗斯的出口大宗的金属 铝跟镍这两个 因此可以看到 在伦敦的金属期货交易所这边 在21号的价格 铝跟镍的期货都是大涨的 尤其说在这个英国 把这两项的大宗金属 列为是一个制裁的对象之后 现在美国可能也拿此开刀 那么另外欧盟这边 他们要对俄罗斯祭出 第13轮的制裁 会在这个俄乌开战 满两周年的当天来批准 而且对200个实体金 跟个人都进行了制裁 还包括说提供给俄罗斯设备的 三间大陆企业 另外还有个人 就是北韩的国防部长江顺南 理由是他们对俄罗斯提供飞弹 另外还有就是来自于 土耳其跟印度的公司 这边的公司也被指控 是协助俄罗斯的第三方国家 那就希望美国跟欧盟的制裁 会对俄罗斯产生实质的影响 然而西方对俄罗斯 这样一波波的制裁 却还是没有能够阻止普京 侵略的野心吗 慧云 好 那在美国跟欧盟 寄出这么多波制裁的状况之下 俄罗总统普清却还是主打说 他们的国家经济挺过来了 为什么可以挺过来呢 因为之前其实美国跟西方的制裁 包含是说像什么寄出金融核弹等级 以及能源这两项来开刀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可以想办法存活下来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避开 这些制裁的条件 包含是说之前说的石油限价令 是说俄罗斯的石油要每桶的售价 小于60美元 那么这个G7国家 还有西方一些国家 才可以为这样子的石油 来提供保险 但是俄罗斯的应对做法是什么 他们有一支引子舰队 他们不用G7或是欧盟的船只 来在世界各地运输石油 相对的他们所需要的保险 可能就不需要符合这样子的规定 而且还躲避侦察发射出假的信号 甚至更关键的就是说 他们提出的证书其实都是假的 就是骗说这一桶价格的石油价格 是在60美元以下 但实际上是高出这个价格 但是他们在文件上面 就是使用造假的 来符合这样子的限价令 另外重点就是俄罗斯开拓了 他的石油买家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跟印度这边 找到他们愿意购买的意愿 所以变成俄罗斯这边生产的石油 有人接 他们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找不到买家 所以现在看到了 还有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甚至用一些比较巧利明目的方式 比方说这个产品 它是军民两用的 不是军事所用的 连用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商品出口到俄罗斯去 甚至俄罗斯还可以运用 在军事的技术上面 所以这样等于协助了俄罗斯总普钦 来延续这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 好 以上就是关于俄乌情势的最新分析 其他重点的国际新闻 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扫描 并下载我们的TVBS新闻APP 酱螃蟹 我吃过一次 像刚刚远远推过来 我就眼睛一亮 好像那个声音 好汁喔 我这边讲远点有口水 刚刚一起